自全面網上足球節目,最好玩的配搭,最強的嘉賓陣容 每周為你分析本地及愛國球探最update的狀況,至高無敵 至高無敵打這節,雖然我們穿著香港隊衣 但這節我們要講歐洲球,這節歐洲球現在還有什麼球在打? 就是英超,今晚多了西班牙杯,西班牙開始快點 你說悶又行,有驚喜又行,聖誕快車的英超真的挺嚇人 戰果都挺出人意表的,希望你今晚都滿意 今晚你還可以滿意,我也希望 你也想我們滿意 今晚再幫我們一會兒講 大家都知道聖誕快車打了兩輪,大部分球隊打了兩輪 個別是挺意外的戰果,車路士主場會輸給維拉1比3 還要輸1比3 最特別的是,聖誕快車的第二輪,這兩隊球贏那隊變得輸 其實大家都頗不穩定,在主場都是會輸球的 其實看回昨晚,狼隊對車路士,狼隊是有力逼和車路士 絕對是 說回第一場,車路士主場對維拉那一場 其實車路士今年的主場是很差的 之前我們在節目中也有說過 波瓦斯也有說過,其實主場不知為何球員踢法 還反而有點滯爪 其實他們很多攻門,控球也很多 射門有18個射門,但只有兩個 射中籠就只有兩個 而控球也有60幾% 其實車路士控制了賽程 但是車路士這場球的把握力實在太低 但是昨晚看另一件事情 總管輝這兩場球來說 我覺得托利斯的狀態更好 雖然可能他沒有入球,但他在球場上的貢獻是肯定的 你看到他拿了球 他做到最後2比1,再超前那一球 都是他給了一個很漂亮的直線 阿薩利高爾出中路給林帕特射入 其實托利斯看到他的狀態是比較好 也積極了 昨晚那場球對著狼隊 作客狼隊 他回後防守也有很多 全場球也有三個成功的籃子 其實他來說比較少有 以托利斯一個不太喜歡回來防守的球員來說 我覺得他是希望在改變自己 或者提升自己的狀態 但是始終他的把握力也是太差 射了四腳球也沒有中籠 其實我覺得還沒有收貨 當然他也交了幾個漂亮球 正如剛才阿薩所說 也有一個助攻 但是托利斯 一會兒我們講傳會也可能提到他 這個車路士固自然是令人失望 昨晚沒錯 84分鐘被狼隊追和1比1 88分鐘又被他超前2比1 但是其實保時最最後那一刻都有機會再追和 全靠獅子 對 獅子近門救了 齊文道爾那個敵頭鎚 如果不是就二比二和了 其實車路士這場之前已經四場不勝 好彩地撿回一場贏球 押上來前四 但是另一對球 真的不說不行了 萬聯居然主場輸給暴力搬 暴力搬 大家知道今年的暴力搬是魚腩來的 但是也贏過阿仙奴 和過禮拜托 但是其實近來的暴力搬 看他的對新特蘭那場 其實是看到他的球員進步了 但是這場球為什麼萬聯會這樣 我真的要交給你 第一 我講幾件事 因為始終賽後也傳了一些消息出來 一開球的時候看見出場名單 看到朗尼連後備都沒有 我心想其實在上一場聯賽 主場對韋根和朗尼已經沒有正選到場 只是後備下來玩了二十多分鐘左右 其實也有些覺得是有QK 是不是有什麼傷病突然出來呢 聽報導就不是這樣說的 但聽報導原來就說 朗尼和傑遜和伊雲斯 在贏完韋根的場球之後 在比賽時就出了去吃飯 違反了費格順一些賽前的 吃飯的人都會吃飯的 他們是帶老婆去的 但是理論上應該是不讓他們出去玩 吃飯的人都會問家裡 最主要是他們第二天回去操球 有些不在狀態 費格順也聽聞到這件事 然後罰了朗尼一個星期的周身 那裡也有二十五萬磅 我都說你沒有朗尼了 OK 也不會打成這樣吧 其實第二件事就是 我始終覺得球隊有些輕敵 另外就是說 他那場球上試很多東西 他第一次把這個 發比爾走去打 拉菲爾走去打防中 這個真的是 聯賽球都沒有試過一個安排 你突然把一場聯賽 你要記住 暴力搬剛剛在上一場球 是逼和了暴力搬 應該按過利物浦是逼和了暴力搬 其實你看到這對球 他轉了一些年輕球員上來 反而戰鬥力我覺得是有所提升 那些生股仔其實表現得挺生猛 那 你看回那場球 他最初上半場的部署 是用回華倫西亞打右閘 用回拉菲爾打防中 變成上半場很多攻勢都不太暢順 直至差不多去到 比較後段的時間 才有難離一個中路的射門 比較近磅 當然了 那幾個球員也是無尼拉耕 貝比托夫回防的時候 在禁區棋角拉掉了森巴 這些犯規真的很無謂 而另一個我覺得 我一直都有說 審問員方面 我選擇 我個人比較偏了田地加特 那這場球 可能也都 因為之前兩場 追了田地加特 這場出回迪基亞 但出回迪基亞的時候 你想想 暴力搬其實 他的殺害是甚麼呢 他的功力都是高球 扔下去給爺古堡 你還要找個角色 在客串中堅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對爺古堡的對抗力 未必那麼強 幸好這場球中 伏出了 但問題就是 當有些角球的時候 已經是 在失三比二球之前 已經有一球球 差點都被軒尼頂入了 只不過角球球批尾了 這條角球 你都看到迪基亞 出來打手槌 把握不是那麼足 其實不單止這場球 看到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 當你明白到 暴力搬 他會打那麼多高球 來轟你的時候 你不出回迪基亞特呢 那這個我自己 也是有一些意見 關於這裏 其實你說 輕敵 我也同意的 你排陣是有點古怪的 我可以這樣說 但是 但是你 塞了兩個球 被托福已經追回兩球了 為時都是六十多分鐘而已 其實說真的 那句你在主場 還要費格遜生日 那你沒理由 贏球的 那為什麼還會輸 我也挺摸不著頭腦的 因為六十八分鐘 你追成二比二的時候 那一剎 你還剩下二十二分鐘 你起碼已經意會到 是不應該 要再輕敵 其實追回二比二的時候 是想著一定贏 自己作為琴琴的心態也是這樣 你看到理論上 你由主場 你的勢又後 蓋上來 其實這些例子都是屢見不鮮 上季譬如反級偉思涵 或者反級黑池 都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 很不幸 就是因為 防守一些高球出現了問題 當然 加上傷害也有影響 你要卡瑞打中堅 變成中場 連會撐球 用球的人都沒有 傑斯也不在 朗利也不在 變成球隊的攻守平衡 出現了一些問題 加上難利又固態伏盟 很多時候 他做些決定 是連隊友都想不到 變成在配合上 都出現了一些問題 我覺得是一個心態問題 以前可能兩三年前的曼聯 說真的一句 如果你被他追上來 你都頗難贏他 說真的一句 去年開始有些 尤其是作客賽事 可以贏 對於藥女贏 可以倒輸 甚至被追和 我覺得來到這個階段 好像曼聯 有些類似的毛病 又走了出來 心態上 是沒有一種必勝的決心 是不是差了一些 還是少了一些人力 人力少了一些 這個我可以看到 也是那句 中路首帳 突然間出現了一個 雙幻潮 人手也挺缺乏 但剛才B19說的 球隊的決心是否有影響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是多或少都有些 因為比較 今季是 深入了比較多的新人 也是多了少年青的新血 而這群人裡面 明顯鬥心比較強 只有只有Phil Jones 所以 在這個情況之下 究竟球隊是否缺少了一個 叫做大樓的角色 去鼓動那群隊友 去在球場上面 去做多些事情 或者堅持進攻 或者大家每人走多一步 跑多一口氣 令到那個場面 會更加拿回來 我也同意這一個 今季來說 好像差了一點 偶爾某一兩場球 例如說對巴索爾 落後了2比3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會看到 不過輸了這條馬都不要緊 因為跟著競爭對手 曼城無端端又輸給新特蘭 這個真的挺令人意外的 即是新特蘭奧尼爾執獎之後 其實看到是好了的 即是無論你說 那對球的組織能力 又或者 其實新特蘭本身的人腳是不差的 即是今年是入了很多新人 也都磨合期 即是未可以發揮得正常 但是奧尼爾是很懂得用這群人的 那我覺得發揮得好是正常的 但是贏到曼城我覺得挺意外的 我覺得曼城在某程度上也是輕敵 首先 他之前已經說了 要留力來對付利物浦的 而這場球 我看 他一直到未失球之前 其實一直都是差少少 差少少入 所以也都是差少少運 還有可能他當時的心態 都是想著 這球不入而已 下一球就會入 這樣就沒有那麼肉緊 搞到整場球就這樣不見了 我也同意拉座的說法 例如這場球 曼城因為蔡奇的編排 他在踢完這場球之後 48個小時 就要再主場對利物浦 雖然他們球隊的人腳比較充裕 但可能他也要 相對 如果我是文仙尼的話 我都會把那些重心的球員 可能會有些少少的流力 擺回來對利物浦這場球 但當然你要看回究竟 我是要弱大的頭 譬如一開始 一開始 一開始就已經下了阿古駱 下過大衛斯華 去力拼半場 可能贏了一球兩球 然後我才換回多些人出來守 還是好像現在這樣 其實我覺得 我出回迪斯高 娜斯利 阿當莊信 他們都夠踢 所以就不用用到大衛斯華和阿古駱 但發現是不行了 經過半場的時候 他也是當機立短 換入了大衛斯華和阿古駱 的而且在場面的方面 是更加掌握到絕對勝的優勢 但我覺得是有點不幸 加上迪斯高的狀態 也是在差一點 因為可能這段時間 萬成比較重用 在巴洛特利比較多 變成迪斯高的狀態就有點起伏 在這個情況之下 雖然他們創造了多個機會 加上有少少運氣不幸 又兩番中微 再加上林元祥 可能有少少疏忽 給一個有少少越位嫌疑的球 所以就做下了 其實文仙尼也有投訴 為何賽旗對他很不利 踢完這場球 很短時間之內 就要再對利物浦 但利物浦是早兩天之前 已經踢完對紐卡蘇的賽事 其實連杜格里薯都認同這件事 因為其實很多人說 為何聖誕快車會爆冷這麼厲害 其實某程度上跟賽程編得太密 亦分布不平均是很有關係 即是每隊球 其實說就說你強如萬成 你有這麼厚厚的班底 你都要考慮究竟怎麼編排 那些人怎麼出 即是迪斯高是你是好球 但你不是一出就有狀態 正如剛才Andy所說 那這些就是有沒有必要 一定要是 即是批得這麼密 聖誕這段時間是否一定要這麼密 那某程度上對一些強隊 我會覺得是 都頗大負擔的 尤其是譬如萬成和利物浦 然後在聯賽局又要再對過 隔了幾天 那其實這些事情也是 某程度上對排陣 或者教練的部署 其實是很大的影響 那這件事我覺得 這樣不好的 大家都一起失分 那就當是打了個和 也有人說 為什麼強隊這個時候會跌倒 你弱隊也是這樣打法 弱隊也是要慶祝的 但是有時候我會這樣看 就是強隊的大牌球星 可能真的會應酬多些 會不會 那這件事就沒有一定的 不過你弱隊其實說真的 你也是選球來踢的 即是維拉你可以贏到車道士 然後昨天一樣可以輸球 那這件事其實我覺得 即是對對都會有自己的顧慮 也會有自己的編排 那除非你說 整個快車你贏了 那早幾年就比較多這樣的情況 但我覺得去到現在 即是實力這麼平均 熱刺啊 就算阿仙奴都會在這些快車裡面 都會有失分 那所以我覺得 你說如果以球迷來說 看就刺激了 但是如果你說 對球隊的擁躉來講 就可能會覺得 都幾激 激深的激 激深了 那說起阿仙奴當然 唉 就不是我們說了 就來一些阿仙奴球迷說 那來到我們阿仙奴球迷天地 我們一起看看 今天是2012年 第一集的球迷天地 亦是第21集的球迷天地 今天陣容呢 就少了阿文傑和阿呂神 因為兩個都病了 一齊都走了 一齊都病了 但是呢 當然有我Tommy Tommy仔 還有Henry 我們三個主持 今集的球迷天地 2012年的第一場 一踏入2012年 我們就升上了頭四 但就不夠 48小時就跌回了第五 爭車路士2分 那昨天的球迷天 你倆應該有些事想說一下 Henry先說一下 好 昨天的球迷天地 如果整個上半場來說 分兩部分說 上半場我們打得非常出色 就是說 大家會有工作之餘 另外一件事就是 為了艾沙瓦拔走 做中了謝雲露 那一點謝雲露 運用出來 加上阿和覺得好處的事 就是打快球 打算是OK的 但回到頭來 下半場就被人按住打 結果就 完人前 失手兩球球 但估不論怎樣 即是在我角度看 下半場輸球 是遲了的事 真的 我看完球時已經很深呼吸 其實見到心惡拉 感覺好像是進入了 感覺上 頂不住 最後 司機拉斯打後 集裂都猜不到 還有兩件事 其實是老毛病 我們的球 永遠都是在 尾峰位 斬到45度角 被人搖頭賽 一切輸國球 那我們昨天兩件事 都做了 同一件事犯錯 輸兩球球 今年的阿仙奴 就是這件事 少了犯錯 但仍然還有這個問題 特別是 你看到雲家 在滴著紅牌之後 跟老司機說 你先退後一點 司機拉斯 對面的 他出了廢議出來 真的 立刻在左邊有一個威脅 給了心惡拉 入了一球 二比一輸 不過 永遠在卡雲龍舍 其實說真的 都不是容易踢 就算是 每一年都贏 都未必贏得很容易 我都很記得 之前有一年 副盤很難打 特別是 你看到 珍達老師 好像有點不同了 珍達老師 好像跟以前的阿仙奴 不過我現在覺得 昨晚阿仙奴表演的上半場 其實 在防守的體系裡面 其實算是 越來越好 現在唯一擔心 就是 接下來高幾年 繼續打左閘 右腳球員 他會不會上得太多 又或者是 右手邊 敵左樓也相排 下一場 擺哪個右閘 是史基拉斯 還是米基爾 其實 昨天的場球 我自己覺得 終於有幾個原因 就是 48小時之內 打兩場球 基本上 都是八、九個人打正線 對下半場 富咸 到主攻的時候 體力下降得很快 加上 又打少一個人 上半場 我覺得 一個十二馬 球證沒有給我 沒錯 這也是一個關鍵性 如果打開了兩球 基本上 我就覺得 會比較好打 還有 其實 後防的默契 其實看回統計 我看那篇報道 就說 阿仙奴是 二十隊英超球隊之中 後防五個人排陣 是有二十二次不同的 其實後防的默契 差點 你看看前六 失球數字 我們都是最高的 其實 這也是我們失分的原因 也不是完結後才罵 但是 射雲路有一次一次一次的打倒機會 有些機會都不起腳 或者射不到 真的有些 在阿仙奴 昨天覺得 如果二比零拉開了 最後就會看得這麼辛苦 加上 黃康特有幾下 突出球 突出得不太好 你作為 阿仙奴球迷 你盡量聖誕快期 可以在上半場階段 入到一、兩球 下半場就 不用抵著牢 拔他的手 所以 這個也是 正正 雲家 落實了 愛謝亨利 兩個月回來的原因 不是因為後備 板凳心度太差 是 找一個球級數下來 去改變戰局的球員 基本上我們現在是沒有 你說艾沙奔不行 塗馬坑不行 基本上如果落後 或者想要攻擊的時候 大家想不到 哪一個下來 突然間可以改變到戰局 現在很肯定說 我們會有一個亨利 大家覺得亨利會帶到什麼變化給阿仙奴呢 除了在一個戰術上 突然之間 按亨利出來 打到一個本錢 士氣方面 你覺得有沒有幫助 士氣一來會有幫助 他叫大哥 扔著那些小孩踢的時候 給那些小孩信心 或者會在職場提到那些小孩 說你要這樣走位 去入攝星射球 你這時間要射球 會有些意識會帶到出來 其實阿仙奴本身因為 我們叫做老年 或是夠顧於經驗的球員 較為少些 在在場裏被指示 阿亨利回到這兩個月 我希望能夠做到這件事 給一些知識 給那些年輕人 這樣做會好些 因為靠一個雲配式 沒有可能做到這件事 而且最希望將他那個 足球技巧 可以教到王可特 石雲露 這一班的球員 但有一個傳聞 就說他有機會代入Pet Rice 就是 懷斯做副領隊 那天剛剛有1月1號 阿文的編輯 就說會做No.2的位置 會不會太快 對 因為他本來好像還沒有教練牌 是 這個本來Pet Rice 今年就說退休了 不過 雲家就力勸希望他留下 幫他打多一年的江山 其實如果你說Pet Rice走 其實下屆沒有一個 有份量的人回來 其實都對整隊球有影響 其實現在 這隊球裡面其實真的很年輕 其實 剛才Henry都說 前鋒球員好像把握力不太好 其實某程度的原因 就真的太年輕 你看看王可特 其實是22歲 其實某程度上 在他的年齡裏面 不是每個人都有 美思 斯朗那些 二十多歲就可以 踢到小飛 我不是幫王可特說什麼 他在瓶頸 可能是剛剛去瓶頸位 對 其實裏面沒有一個大哥 可以教到他一個模板 其實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雲佩斯在 現在28歲的大屬大有用 其實你看看他 初初來的時候 也有脫漏 也有一些浪射的情況 但是他在柏金和亨利身上 他是學到很多東西 到現在他沒有傷患之後 其實才出現了現在 這個神級的雲佩斯 我可以說 所以其實我覺得 如果Pet Rice走的話 其實亨利進來 其實我覺得 都是某程度上有一個好處 其實某程度 某程度 如果雲佩斯 Pet Rice 會在這個訓練場 跟他一起訓練 一起跑步 其實某程度可以 用亨利一些 他自己看到球員 一些 小小的技術上的問題 可以指證他 其實可能 對球員的開竅 我覺得 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幫助 所以我很贊成亨利 回來做這個 庫領隊 不要說自己做送水工 我真的不介意他來 因為某程度上 我覺得他真的能幫到 阿仙奴 阿仙奴 但問題是 因為他那份約 究竟是甚麼時候 美國那份約 紐約 紐約那份約 真是不清楚 但是 亨利利 我個人來說 有一個 一個覺得是好處 一個覺得是壞處 擔心 不要說是壞處 好處是覺得 首先作為球員 很期待自己的大帝 回來阿仙奴 跟一群年輕人 並肩作戰 另一個擔心 如暴以外 亨利離開 阿仙奴之前 那期 阿仙奴的踢法 有些偏重亨利 其實我自己 很希望亨利來到的時候 是有點像當年 曼聯借拿臣 那段時候的感覺 希望給一個清晰的指示 就是 亨利其實這次 下來了 不用去做主角 他可以 扶持著大家 大家的年輕球員 都要有這個 大家都要有一個 聲音 不要再搞大帝 我相信 雲家千元的感覺 亨利 基本上 前面三個位置 他都可以打 中鋒打 左右翼 甚至墮後的中場 他都可以打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戰術上 有很多變化 我相信 雲家喊得他回來 亨利也知道 自己 有什麼作用 對 不是來到 會做一個 或者是所有的人 最焦點在他那裡的球員 他是希望來幫阿仙奴 我看這個心 但接下來 8日 星期日 阿仙奴對列斯聯 有沒有機會 亨利出場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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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人3 這個 傳聞他第一場 是 對列斯聯 12日 其實我 很久沒看過亨利 急不及袋 走去印一件 12號球衣 你知道 那12號球衣 今天 我收工 我去看幾個球衣店 今天想引起亨利 真的 他說 先生 衣時都印了 明天才可以 或者後天才可以 沒有了 每個人都沒有 不是那麼誇張 真的 真的 這件事是真的 我想很多阿仙奴 其實這一代 或者近這10年 都是看亨利大的 對 還有阿仙奴 接下來的賽程 也有挺難踢的地方 23日 我們新年期間 就對曼聯 大家記得 首循環的時候 阿仙奴如何忍辱負重 離開奧脫福 大帝會不會幫我們 再一次 我也很期待 還有最重要 接下來 大家知道 他會不會踢到歐聯 他踢到歐聯 第一場 E.C.米蘭首會合 登記了 是的 他會踢到首會合 接下來 E.C.米蘭 如果大家記得 他當年 單騎 單騎 對王馬那個 真正 你記得 猶身 那個 挺地獄賽程 因為2月16 2月25 還有一對熱刺 連續 A.C.米蘭對著熱刺 對利物浩 然後再對A.C.米蘭 之後對愛華頓 長長都很硬 連續地打 亨利 謝謝你 真的靠你幫忙 其實 我們看亨利的年代 這十年 都是亨利的大 其實還有一個球星 很接近香港 亦都會回來 就是他 龍甲寶 來自瑞典 哇 龍仔 當年 2002年 還有紅色的頭髮 對著金色的球衣 你看 亨利一轉身 給了前面 龍甲寶 這件 這是拍金來的 再拍到中間 龍甲寶 說 這些 記得 那件金色的球衣 全季作客不敗的金色戰爭 還有當年這個頭髮 也挺刺激的 2002年的時候 大家都… 你有沒有驗過 沒有啦 這麼遠都驗 小時候嘛 小時候才認得不對 大家仍然在看 亨利再避回中間的球球 還在高古力時代 龍甲寶 龍甲寶 龍甲寶對於最有印象是哪一球 沒有懷疑 我是足重貝 對車友是 我是… 我對他最有印象是 第一場最慢的 入了球球 那時候是… 我不知道是否貴中買回來 總之就是他後備下來 第一場球 就入了球球 我覺得這個… 這個人… 甚麼來的 我看他跑步好像… 不像亨利那些 飆上去的 但為甚麼好像那麼厲害 之後我就… 挺喜歡龍甲寶 再加上去賣Kelvin的廣告之後 封魔了萬千的… 少女 少男少女 少男嗎? 有些少男是喜歡肌肉型的男士 你看回這個 就是高會理球場 令阿仙奧琴想到很多回憶 那時候留意到阿仙奧琴 那時候聽說 很多時候留意到一件事 很多時候阿亨利 或者柏金會 會側一些直視給他盲冷點 對 然後龍甲寶就走了 龍甲寶就走了 在我們01、02 作客不敗 那一季獲得冠軍 龍甲寶是貴尾那段時間 連續…我的印象之外 不知道是八場球 還是九場球 是有球入的 差不多追平了那時候 很強的曼聯的雲尼史特羅 也是有一段時間 連續八、九場有球 我的印象之中 龍甲寶只差一場 追平了他的記錄 但要想想 龍甲寶是一個中… 中場球 不過龍甲寶一向 入攝都很厲害 就是這一球 那幾個人再壓著他 然後射入 這球真的沒力氣 阿斯陸球迷最記得的球球 以龍甲寶來說 那個代表作 始終真的贏了足球 贏了車路士 對 這球很記得 那時候… 你還看到加拿斯 那裡 那時候你不是第一次 扮演球迷會 就是這個球 好像是… 我印象之中 好像在美麗華酒店附近 對,在美麗華 應該是2003年吧 2002、2003 但是2003年太遠了 我們現在有機會真身看龍甲寶 為甚麼呢 為甚麼 為甚麼 我們接下來就有一個… 剛剛看片中 看了照片 就說接下來的一個 就是亞洲超級球會挑戰賽 就是初一初石舉行的 本身就… 先去深帖 會對香港代表的南華會 還有基時民 有基時民的南華會 會有兩天的 即是有基時民嗎 真的有基時民 那裡就是基時民 你叫到… 但南華會的基時民會回來 是的 因為羅生發簽 一會兒說 一會兒說 另外想說一下 初一的有兩場球 第一場就是 廣州富力對成華藍 這場看不看到 都要看的 廣州嘛 我們最支持廣州 我們散港杯 已經知道我們有多支持 是的 另外一場就是南華 清除心跳 時間就是初一的四點鐘 廣州富力對成華藍 六點半就是南華 最清除心跳 另外就是初四的 貴軍就是六點鐵 冠軍之線是八點半鐵 記得 出門要買票 買票怎麼買呢 你說初一 要拜來沒有空 當初一看到 初一看到 初一看到 初一看到不到 單入門券 就二百八十元 和一百八十元 如果你覺得兩天都要支持 龍甲寶的話 就買到票 有三三百 和二二百 適除專便 記得 什麼時候買票呢 1月9日 有幾個地方 第一個是上網 購票通 寫City Line 那裏 網上購買 要不排行的話 就拍攝琴刊 香港足夠 BMA 這樣便可以賣 這件事很重要 希望 等等的資料 都可以在網上看到 或者晚一點 我們說 至少在文字足球地帶 還有在這個 至高無敵裏面 港甲的主持 蠢蠢蠢蠟動 都會說 在外面撩咬我們 但其實 就是阿西套球名 我相信很多人 都印了一件龍甲寶的球衣 大家記得抄出來 因為 真的拿去簽名 因為很難有機會找到他 龍甲寶會聽英文 我們到時就叫龍甲寶 叫到他 幫我們簽名為止 希望他可能早一點點到離場 圍著慢慢簽 因為簽到我們 每個人都簽到為止 當然 如果可以的話 你演紅色的頭 如果可以的話 我應該考慮他接機 今天的阿西套球迷天地就到這裡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